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王炳忠来了和平常不太一样 要为各位来分享一段 日前我上八方论坛这个网络节目的相关片段 八方论坛是由资深媒体人史东先生 在美国长期经营的自媒体节目 事实上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接受他的访谈 透过视讯同时还和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 楚建国教授来共同联系 这个访谈的源头其实是来自于楚建国老师 他看了我过去所做的几集王炳忠来了 特别有提到关于除了要制定追究责任的 台独分子名单之外 也应该要表扬要好好的来教育 关于在过去台湾岛内本土的祖国派 也就是在日据时期抗击日本殖民 并且倾覆祖国大陆参与抗战 到后来却因为白色恐怖 而被国民党所枪杀的这些台湾本土的祖国派 爱国人士应该要好好的来说他们的事迹 因此下面呢就为各位来分享这一段 是我们在八方论坛的节目当中 谈到了这些祖国派他们的事迹 以及关于现在21世纪当今的祖国派 也就是我们这些在台湾岛内 第一线既是为了反毒促统的大业 在努力不懈的祖国派 我们的处境又是如何 通过来回忆这些先烈先贤 当年祖国派他们的遭遇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今时今日 当祖国已经繁荣强大了 祖国派在台湾岛内当前的处境和命运 又会是如何 我过去就陆陆续续呢 会介绍一些过去从日据时期以来 台湾岛内的一些祖国派 那最近因为看了邱毅教授的一段节目 所以特别算是最新 大概也不过几个礼拜前吧 就又录了一段特别介绍了一下 就是我对于台湾岛内 因为大家好像印象当中 都觉得说台湾的所谓本土 这个本土两个字 就立即联想到李登辉啊 金美龄啊 或者是现在国民党里头 有所谓的本土派啊 那好像本土就是一个跟中国 对立的概念 那我就一直不服气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 大家讲的所谓本省人吧 就是1949年以前 我们家族就已经在台湾居住了两三百年 已经世世代代居住了好几代 那么像这样一个本来是台湾岛内本土的 本省级的人 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祖国意识 那大家对于这个认同中国 好像就会联想到说那就是1949年以后 国民党来到台湾啊 然后要建立在反共教育了啊 或者是对于大陆原本故乡的乡愁 这样的一个概念上的中国认同 那我就觉得对于台湾本地啊 49年以前就已经在台湾啊 经历过清朝到日据时代的这一批本土本省的家族啊 那都没有祖国意识吗 如果说是要以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 这个以反共啊 以对于大陆原本故乡的乡愁 才能建立中国认同的话 那确实台湾大多数 70%以上的本省家族 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记忆 那可是在台湾岛内 其实从日据时代就有很多抗日的英雄 尤其是在后期就是中日全面的抗战 这个罗沟桥事件爆发以后 那么在台湾岛内有许多当时的知识精英 都是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先透过救祖国 才能够救台湾 我想这个概念是当时的主流 那我特别看到邱毅教授就提了几个 我过去就一直非常研究的人物 比如说像吴思汉 比如说像这个钟浩东 那吴思汉和钟浩东都是属于日本殖民时代 台湾本地的知识精英 比如说像吴思汉 他是当时到了这个京都大学 日本的京都大学 读到当时的这个医学系 所以绝对是那个时候的台湾精英 但是他到了日本以后呢 他第一个想做的事情 就是从日本再透过朝鲜来到中国大陆 然后呢一路从东北经过河南 经过各个省份最后到当时的重庆 希望能够去参与抗日 比如说像钟浩东 那他也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远赴到祖国大陆去 然后呢希望能够参与抗战 那么像钟浩东和吴思汉呢 他们都是比较参与到那个时候 在大陆民间的抗日组织 吴思汉后来在台湾光复以后 他的这段故事还被称为叫做这个寻找祖国三千里 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时台湾的报纸还报道出来 那另外比如说像我们也如果研究这个抗战史 应该也会读到的像林正亨 他是物丰林家的后人 比如说像李友邦将军 他也是台湾本地大家族的后代 那么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和这个日本殖民政府呢 做对抗所以后来被日本通弃 那么因此呢从台湾逃到大陆去 那么像李友邦将军后来是黄埔二期的 这个国军将领 像林正亨他也是参与到国军 也参与到滇缅远征军的这个作战 那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的 这个最后的结局呢 也是影响到今天 等于我用了一个词叫做 台湾原本本地本土的祖国派断了香火 那就是卷入到国共内战白色恐怖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钟浩东啦 这个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斯汉啦 像林正亨啦像李友邦将军啦 他们都被冠上就是 当时认同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或者实际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一些组织 所以在1949年在1950年当时呢 就被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呢来枪决了 那都是在台北的马场丁刑场来这个牺牲了 那因此呢因为卷入到国共内战 就使得后来台湾本地的祖国派好像就不见了 所以后来呢从9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 讲我们要有台湾本土的意识 结果代表本土来发声的就都剩下什么 美日的金美龄啦李登辉啦 都变成这些人来代表台湾本土发声 这个是我特别觉得愤愤不平的地方 其实最近呢有一些媒体来访问呢 也问到我就说 大陆呢前一阵子提出呢要来研议 你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那么一些台独的媒体呢 他们就也反击了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拿邱毅啊 拿黄志贤这一次参加环球时报年会做文章 就说这些也叫做所谓的顽固统派分子 那媒体就问我了 说我怎么来看台独现在做这样的一种反击 其实我不得不说 确实目前大陆只是处于一个炎异的阶段 但是台独的执政当局对于台湾岛内 左国派对于台湾岛内的统派人士的各种肃清镇压迫害 都是现在进行事 所以大家问说哎呀现在台独的媒体放话 说要你这个统派分子清单 其实这个清单呢早就有了 你去看啊我们大概也分成几集 第一集就是直接已经被起诉的 被用什么国安法啊 两岸关系条例啊各种的这个法规起诉的 包括我在内啊这个是第一集 那么第二集呢就是呢被放话警告啊 放话警告说我可能随时可以用国安法 或两岸关系条例办你的 比如像邱毅像黄志贤啊 这几位台湾同派的前辈 那么第三集呢就是哎 目前好像还没有直接放话说要恐吓你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和前面几个已经被恐吓的对象 哎看起来如出一辙比如说你常常往来与两岸 你很热心希望透过两岸的各种 你觉得好像也不算政治吧 我们透过教育啊文化啊青年交流啊 但是在青年交流当中 我们可能和大陆的官方单位有接触 我们可能和大陆官方的一些相关的组织有接触 包括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跟楚老师接触 那如果我要多带了几位青年朋友 和楚老师组织一个视讯论坛 那这样算不算也是今天邱义黄志贤 几位被恐吓的罪名啊 就说你们这样是不是涉及了 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 为大陆的相关党政军及其附属机构人士 做政治宣传 它的范围非常大哦 现在这个修法过的国安法呢 是不止定义为党政军机构有问题哦 连党政军机构委托的相关人士的什么什么什么 都可以扯上边 简单讲了就是反正有中国因素啊 你认同中国有中国因素他就可以来办你了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目前台湾岛内祖国派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其实啊过去回顾历史70年来祖国派的遭遇呢 其实一直都是处于一个低谷 除了过去大概十年两岸和平发展春暖花开的蜜月期 在过去的十年间可能祖国派呢稍微比较有喘息的空间 但也并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 因为主流被大陆奉为座上宾的 作为两岸红利主要要去这个争取的对象 可能更多是国民党的 可能更多是这个清绿营的名嘴 可能反而对大陆某些人士看来呢 还更有统战的价值 所以即便过去十年台湾岛内的祖国派呢 也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能够占据在发言台上的主流 那么更不要讲过去我所说的这个70年来 因为从刚刚我们所讲 这个1949年以后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 所以这些原本在台湾岛内 他能够对抗日本殖民 他能够在日本殖民底下大声的说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甚至他这个亲身身体力行 还到大陆去参与抗战 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在台湾光复以后 要被大大表扬的对象 但是呢却因为卷入到国共内战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那么在国民党执政当局眼里 你可能比那些汉奸更可恶 因为呀你是这个要直接和我国民党的政权 来这个作对的 最后来就被冠上这个叛国 叛乱这样的罪名 而本来在日本殖民时代的皇民化汉奸 可能反而成为国民党要去拉拢的对象 这是在过去我们看到的结果 那么经历了70年来 台湾又因为冷战格局下 亲美反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所以祖国派呢要么就是你如果认同国民党 站在反共及怀念大陆故土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讲讲祖国的认同可能还能被接受 但如果你真的你身体力行说 那我想去看看对岸的大陆长什么样子啊 那既然要解救大陆同胞 我就真的到大陆去 那在戒严时代这叫做投匪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叛乱了 那等到解研以后呢台湾又开始实行起所谓的本土论述了 所以原本的这种祖国认同呢又变成了一个非主流 等到两岸终于春暖花开三通了以后呢 突然一下子呢这个又出现了很多双面人啊投机客啊 又占据了两岸发展的这个平台 他们的目的可能未必是希望能够祖国复兴 希望能够祖国统一 而更多是建立在利益上 然后到现在这四年以来民进党全面执政 又开始进入到两岸的一个这个低潮起 所以这个大概是目前我们在台湾岛内的祖国派 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八方论坛是由资深媒体人石东老师所主持 在美国经营多年的自媒体 那么在这个平台啊 对我来讲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这一次呢是第二次接受这样的一个视讯连线 我始终认为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在海外华侨界的影响力已经是打开来了 在大陆以及台湾呢 有一些追求统一 也关心两岸前途的祖国派 其实呢也都很关注这个节目 因为它比起台湾岛内的那些绿媒 那些只能够啊 跟随台独政治正确的媒体来说 当然是好上太多 台湾的岛内媒体不可能让我们能够谈任何统派的处境 或者是深入的统一的问题 那在大陆来讲呢 虽然大陆媒体也是追求统一的 但是啊因为有很多条条框框 所以很多事呢也不能谈开 因此啊在八方论坛可以说呢 是能够畅所欲言 又能够呢把这个问题谈的深入 格局能够放得大 同时呢既有大陆的声音 有海外华侨的声音 也有台湾岛内祖国派中国人的声音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继续来分享 那就是我们谈到关于日前环球时报年会有一个论坛 讨论到所谓和平统一的希望到底还有多大 那么我个人分享了我对于啊 这个当天论坛上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我的一些看法 我也揭露了这个用所谓啊 乐观主义啊来掩饰的投降主义 那么同时呢也谈到了关于现在啊 这个拜登呢应该是已经确定胜选 那么即将就要就任 未来的中美关系是不是会缓和 中国大陆就能够喘一口气吗 那么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 又会是走向怎样的方向 在最近呢央视网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随着拜登的当选啊 现在有许多这种美分水军啊 又再次回潮了 那么我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呢在以下的这个片段当中啊 我都有所论述 欢迎你和我就一起来看以下我的这一段 我觉得现在谈武统啊 已经不能够把它冠上说 哎呀都是一些激进分子或者极统派 我最近的一个视频 我用了一个词啊 现在再不统一 祖国再不统一 台湾形同沦陷 这种感觉我觉得大陆的一些朋友 可能没有我们这么深的感触 刚刚卓老师有提到说 对于大陆一些这个分析者呢 可能认为说哎呀 因为现实政治的考虑 那如果要谈和平统一的话 我们不依靠国民党 那也不知道该跟谁谈 或者甚至是不是应该寄望于民进党哪一天会 幡然悔悟 我在这里必须说抛开幻想展开战斗吧 我们讲和平统一 如果说是蒋经国时代 那你要说我们寄望于一个至少还认同一个中国即便反共仍然还是希望统一的国民党拥有中华民族情感的国民党一个蒋经国就说了算一个能够拍板定案的中国国民党那我觉得有道理在经历过李登辉特殊国与国以后马英九是第二次的机会了那至少那个时候马英九是全面执政的在立法机构在行政啊 两方面行政密法都是国民党主抓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马英九他显然表达出来纸巾不振他不希望碰触到政治对话包括09年当时欧巴马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了乐见海峡两岸展开经贸文化政治方方面面的对话结果马英九的反应是立即派人去和美国沟通国民党并没有准备好要和大陆政治对话 然后再到2014年反福茂连福茂今天谈了以后都能够被推翻黄论统一的协议或者统一前一个忠诚的协议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所谓和平协议在统一前先有一个政治安排这个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也都由当时胡锦涛正式提出来了就说我们也可以现在统一前谈一个就是环统吧我们用白话文来讲 就是统一前先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安排我想这个对道路来说是非常大的善意吧这个如果用纯粹鹰派的观点的话那不是其实等同于承认分治的现实让分治制度化吗 但是即便如此哦即便2012年当时中共十八大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马英九的回应是不接招所以你看得出来国民党是指睛不正的在以台湾岛内就说你今天和大陆之间的接触你有所忌惮你害怕可能走了太快那至少在台湾自己内部你把教育弄好吧你把教科书拨乱反正吧好你就算是没有办法讲到统一 你就把中国国民党过去在台湾你也有一些所谓的建设和贡献连自己中国国民党的建设都不讲哦今天在台湾岛内的教科书变成日本殖民是对台湾建设的这个大功臣 八田羽一这样一个日本殖民时代的祭师我们可以不用特别去诋毁他但总不用给他大唱颂歌吧 结果是谁给他大唱颂歌呢是马英九啊马英九用公家的钱还去建立一个八田羽一的纪念园区来纪念这样的一个所谓迦南大郡为日本殖民者来做建设的祭师可是请问未安妇阿嬷的一个纪念馆到今天由民间自己筹组 但到再到如今说因为已经没有预算了做不下去我们在那里疾呼了老半天说能够把台湾过去这个抗日战争当中的抗日英雄这些先烈本土的台湾自己本土的英雄在当年反对日本殖民的能不能够有一个台湾人民的抗日纪念馆 马英九每一年我们喊没有一次回应就这样八年过去了到今天民进党上台民进党全面执政了 民进党对台湾岛内统派的迫害那是实实在在的 我有的时候这个讲起来有点对大陆有些意见 那我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去就说这个要悲观了要如何 但是现实我们必须说出来 今天大陆停止于说我们强烈反对我们强烈谴责 然后呢今天这个邱毅黄志贤被恐吓了然后大陆相关的官媒发发声说哎呀统派我们啊 这个不要被台独吓倒了我们要给统派加油打气啊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统一不用用到三十年 我一听哇泄气了这一不是更暴露出自己没有底气吗还要三十年河东啊这统一能拖得上三十年吗 我觉得今天啊如果有一点点这个对中华民族的报复有一点点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的话 不会认为说统一能够拖上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在这一次环球时报的年会上啊我不得不说有一些大陆的学者 在我看来除非他是这个为了避开一些敏感话题啊他觉得不敢去说太多 那些事我也不懂啊我们在台湾都敢说了 结果在大陆的学者不敢说啊那可能是不敢说吧 那或者说他真的就相信这一套啊那跟大家讲啊说呀我们定力十足了 和平统一啊这个前途光明了啊为什么光明呢 因为这个反正中国崛起的势头啊是一片乐观的啊 所以啊东亚的战略格局呢我们中国一直都是掌握的 所以啊什么台湾岛内的这些过加加久的政治不用管啊 这个中美关系怎么变化呢那个也无所谓啊 也影响不了啊东亚格局啊一中的框架永远没有动摇 是吗这种话叫没有动摇吗那为什么美国蓬佩奥 人家公开的讲啊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哦 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为什么美国的官员 美国的军队都来台湾了怎么叫没有动摇呢 那如果说中国崛起势头一片大好那就统一了为什么统一不了呢 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些话呢听起来好像很乐观听起来好像啊这个定力十足 好像呢一派强硬我用一句话来表达啊这个是用乐观主义来包装的投降主义 为什么说投降主义台湾已经沦陷到现在等于美国的准殖民地 从文化从经贸从政治从军事都是美国的准殖民地次殖民地啊 我比殖民地还不如那这种情况下等于中国的一块沦陷的尸土 然后大家不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尽快来光复这一块中国的尸土 反而给自己找一堆理由说我们绝对不要去光复他 光复他了就会让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国的发展进程再怎么样受到阻碍 甚至搞到最后那我就必须讲一句重话 那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啊台独就算了呢 那你干脆承认现在这个现状就这样永远分离就好了 那也不用又花钱又花时间又花力气啊 大家省钱省力又省心啊不是吗 所以啊刚刚这个楚老师也提到说大陆有一些这个朋友啊 他们可能寄望于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去争取啊国民党啊 甚至要去这个感化民进党啊 如果今天我们仍然要和平统一的话 仍然以和平作为主调的话 那么我就要问国民党不能寄望民进党那更远 请问寄望谁 你说寄望台湾人民 那好了现在大陆这种做法会有台湾的促统民意出现吗 如果台湾岛内的民意都看 我们表现的更独还可以被大陆更加大力度的争取 我们只要选举选上了 刚刚楚老师也提到中间选民定律了 我们反正各种的投机用骗的了把票这个骗到我们只要选上就过关大陆就要来争取我 那怎么会有促统的民意出现呢 那如果没有促统的民意只有一堆投机见风转舵 甚至顾要表现的更独来累积自己被大陆统战筹码的民意 那请问连民意都产生不了促统的新声 那还寄望谁 那和平统一不是原木求鱼吗 不是自己说给自己听 自己骗自己吗 秉中对于这个这次美国大选之后的台海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就是对于拜登不要幻想太高 现在国民党和大陆部分的这种可能内心里头更想和平独立的一些人吧 现在在拜登一当选以后 开始又吹起了这种我称之为其实就是变相弃台论的论调 就是又开始呢来麻痹大家了 跟大家说哎呀这个台湾问题不急了 我们可以水到渠成了 然后对于有些讨论到是不是需要有些军事行动的议论呢 他们就采取非常强烈的攻击 我在美国大选之后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尤其最近的马英九他又去搞了一个视讯会议 然后和这个亲民主党的一些美国前官员啦 或者是一些智库学者啦去做视讯的一些会谈 然后会谈呢就说希望拜托他们传话 让拜登出面来帮忙牵牵线啦 让两岸能够再恢复对话 这我刚讲了 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时候他不要政治对话 现在为什么突然又希望反而还拜托美国帮忙促成对话呢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六项保证其中一项就说 我们不会逼你们对话 所以台湾一直是希望美国不要来逼我们跟大陆对话 那现在为什么倒过来 马英九这一批蓝营的这个我称之为蓝美人啦 就是蓝营的精神美国人跟绿营的精神美国人 他们直接在互抢在抢美国组织的垂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